他被称为百年难得一遇的倒霉孩子 刚满周岁 就被老爹逼着拿刀选择上阵杀敌 事后他日夜勤加苦练 短短八年就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 不仅如此 他的听觉和反应也非常灵敏 只要有苍蝇在面前飞过 会瞬间被红纹钉的筷子夹住 成为两父子的开胃小菜 可有时也会收不住力 不小心将老爹的贴身内衣洗破 昨天你把我唯一的一条内裤给洗破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把这条内裤改了 改小给你穿 谢谢弟 那你不是没有内裤穿了吗 没关系 比脚凉快 这句回答搞得红纹钉无言以对 只好乖乖地跑去练功 结果马超新仗着自己是少东家 又在少林学了半年功夫 便想强行收纹钉为跟班小弟 但可惜他那点三脚猫功夫 连纹钉的毛都没有蹭到 还反被对方狂踹了三百来脚 鼻青脸肿的他心里非常不爽 于是赶紧飞哥传书送去少林 通知师兄弟来马家庄替自己撑腰 然而殊不知这一举动 却给马家庄带来了灭顶之灾 因为彼时正值红花会反清赴命 少林方丈至善大师为了支持这一壮举 将得到的明朝藏宝图 分别纹在了五个小和尚后背之上 随后将原图销毁 让他们等到大年夜去见总舵主陈敬满 而马超新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老爹太过思念就把他给接回了家 结果他刚下山不久 朝廷鹰犬便带人包围少林 他们也得知了藏宝图的消息 为了逼智善大师交出 无差别的贱人就杀 并且更麻烦的是 被红西关一枪穿凶的马宁儿竟然没死 还经过毒液浸泡 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怪物 见此一幕的智善大师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对手 便故意声东击西 掩护四个小和尚从利岛逃走 不过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个个惨死在屠刀之下 智善大师更是被马宁儿生生撕成了两半 随后朝廷翻遍所有和尚后背 这才意识到要找的小和尚已经逃走 而也就在这时 马超新的飞鸽传书飞到少林 并且上面提到的几个名字 正是刚逃走的少林五祖 于是朝廷准备时机一到 将少林五祖和天帝会一网打尽 但不曾想 小和尚们与马超新会合后 第一件事却是商量创建新门派 好希那天下有志之士 到少林寺被灭之仇 并且还准备以比武定胜负 用自己的姓氏为门派名称 我赢了就叫马门 马超新口中的人自然就是洪文定 众人找到他时 见他正在练习单手倒立起跳 于是立马走到跟前 对着他阴阳怪气的讽刺 纪元离下的文定不想多声事端 默默听完言语侮辱后 便准备爬起来离开此地 结果众人却得寸进尺 果断出手打算还扁洪文定一顿 只不过一惊娇手 小和尚们才发现这一次踢到了铁板 眼前对手虽然矮矮胖胖其貌不扬 但身法却极其灵活 在配合大开大合的拳脚功夫 尽管五人一起围攻 也没有占到任何钉点便宜 并且在交手中 见洪文定一直防守不愿进攻 几人扬言只要打赢他们 就不会再找洪文定的麻烦 于是为了免受其扰 洪文定终于以进攻之姿对敌 而防守都不是对手的几人 很快就被啪啪打脸了 随着文定又快又密的进攻 几人被打得只剩招架的份 最后面对洪文定使出的无影脚 更是一个个被踹倒在地无力再战 而正是此一战 让一个流传至今的门派就此诞生 另外一边 红豆母子为了得到 马大善人脖子上的家传金刚圈 趁其酣睡之际 各种工具其上阵声拉硬转 结果眼看就要到手 红西关却突然出现阻止 母女自知不是对手 只能虚晃一招 释放烟雾各自跳窗逃走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马大善人这才从床上悠悠转醒 他疑惑地看向一旁红西关 还以为他有什么不轨行为 而红西关说明刚才经过后 立马来到红豆锁住房间 此时他身上的夜行衣还没有换 被抓了个人赃并活 红西关警告他赶紧离开 否则下次就揭穿两母女非贼的真身份 可红豆对此却充耳不闻 还对红西关背影泛起了花痴 经此一事 红西关便在红豆房门前守着 甚至就连大喜之日也不松懈 这下让红豆感觉被掐住了七寸 他本一事计划和马大善人假结婚 然后洞房夜将其灌醉或者迷晕 再和老妈偷偷搬走所有之前东西 想着干完这一票 两母女就能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没想到红西关却在门外挽起了钉烧 于是红豆灵机一动 以惊声尖叫吸引红西关破窗而入 接着撕破自己一扇 黏在红西关身上大喊妃礼 闻声赶来的马大善人信以为真 当即气得破口大骂 将红西关父子给赶出了马府 可明明自己是被诬陷 红西关却不当面解释 欣细的红文定立马猜出了他的心思 你是不是喜欢红豆姐 不说 你教过我 你不变 硬万变 可是为什么 刚才已经听见他叫 马上就全变了 文定 我 你不用解释 有些事解释也没有用 不料就在这时 围剿少林的那批官兵策马杀倒 方向正是承袭的马府 两父子自然猜出这些人来者不善 内心一阵纠结过后 一个打算回去救小兄弟 一个准备回去救心意之缘 结果就是这一斟酌时间 朝廷的人已经开始在马家大开杀戒 根本不管什么客人以及邻居 只要不是十岁以下孩子 全都惨死在了屠刀之下 等红西关父子赶来 目之所及已是失衡遍野 红西关 今天算是你刺唐罗王 为什么要学习马家钻 把你抓回去再说 与此同时 马宁儿这个怪物追着马超星杀倒 红西关顺手救下马超星 但文定却落入了鹰犬手中 马宁儿不顾世兄弟情谊 亲手图了红西关一家满门 并且连恩师至善大师也残忍杀害 为了得到荣华富贵 他拼了命地往上爬 如今最大的阻碍就是干掉红西关 红西关隐居在此 目的就是为了接应他们 没想到却是以这种局面相怨 于是他一边互助马超星 一边阻挡马宁儿的进攻 而此时的马宁儿一身铜皮铁骨 亮银枪戳在身上丝毫不拒 红西关一时找不到破绽 只能被动着勉强反击 关键时刻 红豆突然出手去救红文定 想着这样红西关就没了后部之忧 结果他根本不是巴比罗汉对手 被一记暗器给打成了重伤 眼看如今又多了一个累赘 红文定赶紧给老弟暗石眼色 红西关瞄懂其中含义 立马虚晃一招 带着红豆和马超星逃离了马府 随后三人来到一处破庙 红西关替红豆拔掉暗器 并包扎了伤口 原来父子两行走江湖多年 有一套私密的暗号标记 到时文定沿途留下暗号 红西关就可以顺着踪迹 偷偷连其他五组也一并救出 而由于刚才他替红豆疗伤 让两人直接跳过恋爱阶段 直接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等朱小倩一路追到这里 得知女儿身体被红西关摸了个遍 顿时气得五脏一阵翻涌